2000年,朱仁基总理得知了周总理离世前最后一句话,忍不住的流泪 周总理生命的最后说了什么呢?感兴趣的朋友,欢迎给我一圈三连 1972年5月,周总理做例行的身体检查时,被查出了膀胱癌 此时的周总理应该尽快就医,但是因为工作的缘故,周总理便一直拖着 直到1973年,周总理病情突然恶化,不得不接受治疗 此后,周总理一边继续工作,一边接受治疗 但是因为工作强度实在太大了,那周总理的病情根本就没有好转 反而越来越严重,到了最后只能住院治疗 从1974年到1976年,周总理自住院后一共接受了13次手术 住院后的周总理依旧没有放弃工作,而且即使是手术也没能挽救周总理的生命 在最后一次手术中,周总理一直处于昏迷当中 然而去世前的一晚,周总理醒了过来 看着病房里忙碌的医生,周总理说了此声最后一句话 我这里没什么事了,你们去照顾其他人吧 说完之后,周总理就又陷入了昏迷 1976年1月8日,周总理刻然尝试 一生为国为民,即使生命终结也不忘贡献最后的力量 这样的周总理,怎能不让人敬佩呢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见